第十六題 灰婷想要進行子化反應 他要找哪兩種物質 來做這個子化的反應 在前面的第十五題上 我們已經看到了 甲 它含有OH 所以它是所謂的醇類 乙 它含有COOH 所以它是所謂的酸類 我們有背過 子化反應就是有機酸加醇 會產生子加水 所以我們要進行子化反應 必須要找酸跟醇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的甲跟乙 所以我們第十六題的答案呢 要選的是A 我們找甲跟乙 找我們的秉醇 跟我們的乙酸來進行子化反應